杜月燊過世後 怎麼會葬在台灣呢 其實和他的世太太姚育蘭有關 姚育蘭是宋美玲的閨蜜 也是宋矮玲的甘女兒 在兩姐妹的邀請下 姚育蘭辦完杜月燊的喪事 將靈舅運來台灣 下葬在新北市 繫子秀豐國小的後山 杜月燊一生 共有五位妻子 最受矚目的 應該是她和第五房 孟小冬的愛情故事 孟小冬已唱老生文明 被譽為一代金劇女皇 劇迷都稱她為東皇 本來就是金劇迷的杜月燊 也被孟小冬的天賦和魅力折服 並且成為她往後人生最大的支柱 孟小冬出身金劇世家 五歲登台 十二歲那一年 已經分明上海 當時她用的意名 還是孟小冬 台上一瓶一笑 讓當時上海知名的金劇狂粉 由天下頭號戲名號稱的 杜月燊底下看戲 一見清心 只是當時她對孟小冬 還只是欣賞知情 並不是愛情 因為孟小冬的心 在十八歲那一年 給了金劇天王 梅蘭芳 要談到金劇 那就一定離不開 梅蘭芳大師的這個名氣 孟小冬是台灣金劇大腕 詩成梅蘭芳的兒子梅寶九 她形容這位詩工是金劇四大名蛋之首 人稱梅老闆 以男生扮女蛋聞名世界 當年她可是風靡全球萬千巨迷 她的梅蘭芳平常是一個偏偏的美男子 那麼上台之後就變成一個這麼美的一個女人了 這是他們想像不到的 而孟小冬和梅蘭芳的情感不只是老天牽情還是有意捉弄 兩人在一次的表演中意外碰上了 有一個堂會 那麼當時是約梅蘭芳跟另外一個就是漁派老生的創始人 余淑妍大師他們要演一個堂會 結果余先生身體不太好 於是就沒有參加 那麼當時呢他們就說找誰來替代這個角色 這北京城裡叫得出名號 卻又帶著三分陌生的 那才新鮮就寧了 經巨界超級巨星梅蘭芳碰上冉冉新星孟小冬 舞台上的合拍 舞台下也被梅蘭芳的友人們 梅黨湊作對 她身邊的梅黨幫她 希望她能夠這個這個取孟小冬 其實最主要的也就是希望把這個台上的輿論 在台下也讓他們兩個結合 然後到台上去不是更有這個這個話題嗎 兩人感情果真發酵 一對家偶結合 壞就壞在梅蘭芳早有兩方老婆 梅蘭芳其實是怕太太俱樂部的一員 特別是對二房福治芳 因此梅蘭芳沒有讓孟小冬住進家裡 而是另外找房子金屋藏郊 還讓孟小冬別唱戲了 兩人的感情因為這個事件有了裂痕 然而真正壓垮婚姻的是梅蘭芳的母親過世了 梅蘭芳的母親過世以後 梅蘭芳就要她就說 你把頭髮剪了帶一朵白花 然後我們準備校服給你 但是她的妾就不讓她進門 就不承認這個孟小冬的這個地位 不被承認的名分 孟小冬既氣憤又爽心 毅然決然地離開了梅蘭芳 當然有很多人會來想要排解這個糾紛 可是孟小冬這個心意已決 包括每些人自己都有 都也有好像想要說明啊 挽回啊幹嘛 但是都沒有用 梅蘭芳以後 她說我如果再嫁的話 我一定要戈背上可以跑馬的人 然後一跺腳 城門就會震動的人 雖然落下狠話 但孟小冬仍是名被傷透心的女人 跑到田津一度想蹲入空門 而這離婚消息也傳入了杜月昇的耳力 事情還是需要做一個圓滿的解決嘛 那後來就是外公有出面幫忙 請律師啊幹嘛 杜月昇其實跟梅蘭芳也有交情 所以就私下和解 然後梅蘭芳就賠了四萬塊給孟小冬 看到孟小冬的難過 杜月昇興起照顧之旗 不僅出面替她解決麻煩 還讓自己的四方夫人姚玉蘭 從中傳話 要孟小冬到上海來散散心 姚玉蘭也是京劇世家出身 和孟小冬自小認識 一劫金蘭 而後姚玉蘭嫁給了杜月昇相夫轿子 三人時常早上在姚玉蘭的宅院裡 吊嗓子 笑打打麻將 讓孟小冬漸漸走出傷痛 之後杜月昇更買了洞房給孟小冬 還把她和姚玉蘭的女兒杜美甲過寄給她 這樣的照顧之情 孟小冬心裡當然明白 然而真正讓她認定這段戀情 是1947年杜月昇大壽之時 杜月昇60歲大壽的時候演了搜姑舊姑 那個就成了一個絕想了 杜月昇過生日發起鎮災一眼 找了一票京劇演員 孟小冬梅蘭方都來了 然而杜月昇特意將兩人的場次支開 就怕孟小冬尷尬 可說上費苦心 只是誰也沒有想到這也是孟小冬人生最後一次演出 因為他在杜月昇的邀請下 就在渡公館住了下來 沒有弱麻言辭 但也認了這份情 就是因為這些過程點點滴滴 他們可能彼此就是更加的欣賞 他們的感情的發酵 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 杜月昇和孟小冬不是轟轟烈烈的愛情 而是溪水長流的情絲纏繞 然而耳慎之年的杜月昇身子已經不好 加上國共戰線節節敗退 1949年 杜月昇帶著一家子人來到了香港 外祖父當時在香港的時候 確實兩邊都想爭取他 可是他並沒有這個意願 就是說回上海或是來台北 他都沒有 他就是準備要移民了嘛 杜月昇心想過去住上海法租界 乾脆移去法國 當他詢問孟小冬意見時 他若有所思 才意有所指的 輕輕的回了杜月昇 我是丫鬟 看護 女朋友 還是什麼東西 他覺得他好像沒有什麼身份 一個名犯對孟小冬何其重要 儘管當時杜月昇已經62歲 孟小冬還小他19歲呢 然而聽到這句話的杜月昇 也明白了隨即決定在香港 百席迎娶孟小冬 只是新婚的兩人 並不像童話故事般的美好 隔年杜月昇就因笑喘過世 蔣夫人因為跟我的外婆也是私交非常好 她就跟我的這個姚外婆講 她說你不用擔心 她說你來台灣 就是好好的生活 然後把杜先生您就這樣牽過來 讓她安葬 舉行告別式是在香港 然後蔣介石就頒了這個議決議昭 這個婉兒作為前導車 下午三四點 蔣介石還乘直升機 來到戲子 然後在上面看查了覺得說 滿妥當的 然後才回士林 杜月昇的墓面朝上海 讓他能懷念故土 而這時的孟小冬仍住在香港 禮佛也交金句 直到1967年 中國文化大革命金句也被徵討 孟小冬才到了台灣 生活過得簡卜 他吃的東西都非常簡單 因為我那時候寒暑假 有時候住在香港 大部分就是一碗麵 然後炒個蛋就這樣 那我去的話 可能叫管家多弄一塊排骨給我 舞台上霸氣的東煌卸下裝扮 生了思想的外婆 韩妮弄孫 直到1977年逝世台北 孟小冬和杜月盛 這對當年赤大風雲的愛慮 就此成了絕像 只留後人品味他們那一段 跨越年齡區別 細長溫暖的 潺潺情意